这集纪录片我起初是不想发布的,因为内容上有些压抑,事情是这样的,这里是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市区外的一个垃圾场,我在这里无意间采访到一个女人,她35岁,叫甘巴德拉,她就生活在这片垃圾场上,与她相依为命的还有她的哥哥,但她是一个先天性智力障碍患者,无法正常工作,她的生活起居就全部由甘巴来负责。 但生活的重担不仅于此,甘巴要向我介绍另一个人,她用海绵当地板,用床垫当墙壁,这个男人蜷缩在一张羊皮毯子下,她就是甘巴的父亲,由于某种原因,她的双腿不能站立,无法行走,只能终日地躺在这里,我带来一些食物当见面礼,她问我是哪里人,我说中国人,她对我表示感谢,我也用他们的方式礼貌回谢。 我问她每天都吃些什么,她只向旁边的一口铁锅,锅里装着煮熟的牛肉,然后她说出这样一句话。 突然一辆翻斗车开进垃圾场,成敦的生活垃圾倾泻而下,甘巴第一时间走了过去,她要挑选出可以二次回收的物品,为了能收获更多,她甚至把每一个垃圾袋都打开检查一遍。 石斧的气味吸引来成百上千只鸽子,在上空不断地盘旋,甘巴加快了速度,直到把整个袋子装满,然后她背起站立品返回营地,回到营地后还要进行二次分类。 像这种塑料制品,每公斤可以卖到四百猛图和八毛二分RMB,这种无破损的玻璃瓶每个三十猛图和六分RMB,一拉罐每公斤一千七百猛图和RMB三某四分钱。 微博的利润无法支撑其整个家庭的开销,但也没有压垮这个坚强的女人。 她一边工作,一边在说着什么,我索性翻译了一下。 原来明天是2月23号,蒙古国的春节,但乌漏偏锋连夜雨,甘巴在这一天几乎失去了一切。 为了让他们过个好年,我把他叫上车,然后来到一家小超市,为他购买一些年货。 米饭,面条,面包,土豆,蔬菜,牛肉,水果,装满整整一箱子。 然后他带我来到一个简易的蒙古包里,原来他还有两个哥哥,其中一个是聋哑人,不幸的是在半年前他的手受伤了,无法继续工作。 另一个哥哥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手,麻绳专挑戏处断,厄运偏找苦命人。 我决定停止拍摄这部纪录片了,因为以我的能力根本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,继续拍摄也只是无意义的打扰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,只是难度不同,方式不同罢了。 下一集,我将骑马进入哈萨克斯坦雪山,寻找雪山猎鹰人。 我们下集见。 我们下集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